因為我們剛結婚沒多久 但是確實還是會有一些變化 婚前婚後不一樣 對 真的好像 剛開始就變化了 沒有啦 現在也有到幾年啦 轉不回來 對 有啦 有啦 就是因為畢竟 因為我們有小孩嘛 然後 你們小孩現在幾歲啊 快兩歲 然後像我們那時候 爭吵最嚴重的就是 帶小朋友出國 對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從小讓他習慣出國 他就是比較外向啊 然後可以多看看 看世界嘛 對 然後而且他就是 從小接觸這些 他就會比較不怕聲 對啊 可能不怕坐飛機幹嘛的 然後他就 我就會說 然後他就會說 可是小朋友現在什麼都不記得 然後我們又會很累 然後我說可是沒關係啊 我覺得這都是 這也是我們的回憶這樣 對 然後因為 我們兩個個性本來就是 我比較都往那種 很樂觀的方向向 就我只會看到好的 對 我只想說出去玩 可以跟他留下很多回憶啊 可以去迪士尼吧 也有很多 他不記得 你們記得也可以啊 對 對 然後他就是 比較心思細滅 他就會說 對 我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帶出國 萬一 他生病了 感冒了 小朋友這麼小一個 他有負面 他有十萬個萬一 對 或者是你在飛機上 小朋友哭不停啊 那很可怕耶 因為他其實 你們好負面喔 其實待在家裡 有我爸媽照顧 他也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那你帶出國的話 就 我會覺得多了一個顧慮在 然後 我希望他可以再大一點點 再帶出國 因為太小 我會覺得 我都要擔心的事情太多了 是你擔心太多 對 他擔心太多 可是他真的出國的時候 真的生病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要去哪裡看醫生 在國外真的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一個經驗啊 那他也有可能不生病啊 對啊 這都有可能 為什麼要先下訂單 一個萬一啊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會很 但我後來也覺得這樣 還滿好的啦 就是有一點互補 因為我可能真的 不會去想要那些 那他提到這些 我為了說服他能出國 我就說 不會這個國家醫療怎麼樣啊 然後如果真的有問題 我們可以去幹嘛 然後 可以找什麼人幫忙啊 之類的 所以你也想了很多幫忙 對啦 只是就是 真的是會覺得 以前婚前什麼都好好好 去這個國家好 這個國家好這樣 但是真到最後還是在出國 對 所以還是你 我沒有啦 不是啦 他說的 那你以為 說什麼 怕小孩生病啊 怕什麼 其實都是說 怕小孩帶出去 好不容易 兩個兒子不然要 甜蜜一下 一個兒子在那兒 是要怎麼樣 反正他也不懂啊 要都生日子的 看到他也不記得 對嘛 他說的啊 是啊 是這樣 那果果我看你 脾氣很好 你有發過很大的脾氣嗎 我就是 就是處於 不要踩到我的地雷 你感覺不會生氣耶 沒那麼誇張啊 柔柔 對 沒有沒有 他之前他 因為他的那個 脊椎的尾椎的地方 有一塊比較凸 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他坐在地上的時候 如果位置沒有喬好的話 他容易磨到那塊骨頭 他就會很痛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 我只是在跟他打鬧 但是我就疏忽掉 疏忽 沒有疏忽 怎麼啦 我疏忽掉了這一點 然後我就跟他打鬧 然後他突然就好像 我撞到他之類的 然後他就叫一下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 有這麼誇張 所以我就說等一下 先不要碰到這樣 對 然後他 然後男生就是脾起來 我就還繼續跟他鬧 我還繼續跟他嘻嘻哈哈 對 然後他就 砰就爆炸 對 我就去房間 就不跟他講話了 對 然後我們 你的爆炸就只有 進房間就沒講話了 不是 我們原本隔天 要一起去花蓮玩 然後他就說 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 然後 然後後來就都不理我 我就我也嚇到 變成我也嚇到了 然後我後來就 哭著跟他說對不起 很誇張 哭喔 你還哭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他這麼生氣 對 就我也嚇到了 就那 那是唯一一次 因為我平常真的不太會生氣 就是我就算不開心 我就自己去冷靜一下 就因為我覺得 不需要對大家就是這樣 叫囂 二言相向 對 二言相向這樣 然後所以那次我跟他 算比較嚴重 他就嚇到 因為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也 就是那時候可能也 年紀也也沒有 就是比較小 然後就被嚇到 然後我就哭哭的跟他說對不起 年紀比較小 對 那如果現在在重來 你還會哭嗎 哭壞啦 但我還是會跟他 就是求饒 對 他現在已經知道他那裡會痛了 他就不會了 對 那時候沒有注意到 不知道他這麼在意 那是屬於 那是屬於還沒有 猴子還沒有進化成功 對 有一個小尾巴 真的是 他有一個小尾巴 我真的有一個很像小尾巴的東西 對啊 好像沒有進化 果果有沒有什麼地雷 沒有吧 是地雷還是情趣 這個呢 有一個小尾巴 沒事叫全名 叫全名 對 他不知道是小時候 被殉導體會罵太多還是怎麼樣 沒事叫全名 只要我叫他全名的時候 他就會生氣說 你為什麼叫我全名 就明明一開始是他做錯事情 因為我們家那時候的廁所的配置 是淋浴跟馬桶在同一間 然後洗手台在外面 然後他有一個習慣他很喜歡 洗澡的時候一起刷牙 然後呢 那個牙刷他就留在淋浴間裡面 跟馬桶待在同一間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這樣子 我覺得不衛生 就你刷完牙你在裡面刷牙也可以 但你刷完牙要把它拿出來放在外面 好囉唆 那你習慣了 那你是男人嗎 男人就沒陷了 你在跟陷了 對 衛生習慣嘛 然後呢 反正就一而再再三 有一次我會發現 牙刷又在淋浴間被拿出來 然後我就叫他全名 我就叫我全名 然後他就 我原本就要念他這件事情 然後他反過來就是 轉過來瞪我 你為什麼叫我全名 叫全名就是怎麼樣 我好像做了什麼 我是犯了淘天大罪嗎 你為什麼要叫我全名 蛤 是喔 對啊你是這種想法 對我想說 奇怪我有時候跟朋友打鬧 有時候也會叫全名 這只 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 情緒嗎 就是 我不覺得是做錯事情 才要叫全名 那他很介意這一點 就發飆 對 因為我就覺得全名感覺就是 好像要生氣啊 就像大人 大人要叫小孩說 對啊 不會啊 就是誰誰誰這樣 你有看過那個嗎 得獎的是 是 描口令 不會嗎 蛤 這個也是 很好的事情 好事也可以啊 這個可以 好事也可以 你可以講給大家聽 對啊 你可以講給大家聽 沒有你那個是大事 得獎是大事 他覺得小事 不會啊 有一些很開心的是 夢神 不可以 哪有一定是不好的 對嗎 那應該是說他 每次叫全名的時候 大概都是有事情 都他生氣的時候 對 是你種下的那個音啊 對 我覺得他小時候可能有什麼 被炫腦主任罵的音 對 因為小時候在家裡也是啊 媽媽也發生 可能看到考驗說幹嘛 講話 之類的這種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每次叫全名啊 刷牙 沒幫忙 沒幫忙擠牙膏 你是沒手嗎 不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情緒 真的 情緒啊 對 是情緒 因為兩個人其實 因為我們其實像在交往的時候 就住一起了 所以其實你有時候忙起來 或是已經很習慣有對方了 你比較就很容易像室友 但是擠牙膏就是一個情緒 就是先去刷牙的那個人 幫忙擠牙膏 下一個人來刷牙的時候就覺得 對方想到我 幫我做一件事 怎麼會無聊啊 真的啊 你不懂啊 情緒啦 情緒啦 阿文有時候只是可能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真的不小心忘記了 他就會皺著眉頭跑灌我說 你為什麼沒幫我擠牙膏 你不開心嗎 什麼事情嗎 你為什麼有事情不說 你都怎麼解決 我就 我就是忘記了 我就真的只是忘記啊 你很傻 那我下次應該怎麼 他要是這樣 你為什麼沒幫我擠牙膏 你就把他抱起來說 我還沒有要睡 我還沒有 懲罰你 okokok 學壞了學壞了 我還沒有要睡 然後等一下 我就幫你擠 你下次來問我這個問題 好高刀喔 對啊 然後你都懲罰他 他就很開心 下次沒有擠牙膏的時候 就是想要幹嘛 對對對 是一個暗示 ok 但是這個對吵架其實也蠻有用的 因為吵架的時候 兩個人就是會 就是不想跟你講話 但你一擠個牙膏 就好像覺得 感覺和解了 還是對 好像有一個小媒介這樣 很有用吧 我好像還是為了你做點什麼這樣子 對啊 欸你也蠻好應付的齁 很好解 很好解的幾個牙膏就不用這樣 而且我還自己想方法 我還跟他說 對 你看你這樣我就不生氣了 還是他一生氣亂擠 所以不要拿牙刷刷馬桶就好了 啊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 啊 哈哈哈哈哈哈